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奥特曼更新连载的几十年的时间里 大概小小的奥特曼出现了几十位 但实际上所有奥特曼有影响的奥特曼真的不多 迪迦就是其中一个 迪迦奥特曼在96年上线 成为了90后的经典童年回忆 而且迪迦还是为数不多 不属于光之国的奥特曼之一 现在出现的奥特曼真的是各种变化形态 要说变化形态第一人 绝对就是迪迦 而迪迦能够拥有变化形态的资格 他要多亏了两个人 他们分别是赫劳与阿基雷斯 连过其数要拍摄一部奥特曼主角就是他们 后来因为资金不足为迪迦所代替 为了不让他们的各种技能流失 连过这台想出了 让迪迦变化形态的办法 从他之后很多奥特曼也都学会了 在迪迦奥特曼中 迪迦基本的形态基本有三种 分别是符合型、先攻型和强力型 在迪迦奥特曼大结局的时候 为了帮助迪迦打败超强怪兽 远古也把他开了一次怪 所以就出现了闪烁迪迦 有人说迪迦奥特曼最强形态是黑暗形态 就是黑暗迪迦的实力确实不如闪烁形态 不然超古代时机他也不会死 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闪烁迪迦实力排第二 广辉形态第三 黑暗形态第四 然后就是暴力形态 龙圈形态 符合形态 强力形态和天空形态了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迪迦最强形态是什么呢 这种形态其实没有出现过 熟悉奥特曼的小伙伴 应该对蓝色星球的爱不陌生 据说是特意为了迪迦 带拿拍摄的 而且已经安排了最强外挂 但是由于一些意外没有播出 如果这部剧播出 大家应该会看到 最强迪迦现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视频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